三分之一的勃起功能障害 其实是因为心理紧张所引起的 能够顺利地放到阴道里 进行性行为超过一分钟 而且能够射精 我们就会定义说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性功能 它是使用一种低能量的振波 去刺激海绵体在增生 让它比较容易冲血 它就是有一点像被橡皮筋弹到 但是没有那么痛 其实很多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角度 比如说偏左偏右偏上 但假如说这个角度 会造成说他插入阴道有困难 那就建议可以做治疗 大家好 我是泌尿科姜仪尼医师 那我主要擅长的领域范围 就是像勃起功能障碍 性功能障碍 还有排尿障碍等等 勃起功能障碍 其实它有分成心理跟生理的原因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勃起功能障碍 其实是因为心理紧张所引起的 所以假如说我们是刚好换了一个伴侣 或者说最近压抑特别大 有一些不顺利的状况 通常藉由一些药物的辅助 很快就可以改善 那有三分之二是生理上的原因 那它牵涉的因素就很多 因为我们的阴晶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构造 那它其实是可以扩张 就当我们血冲进去之后 它就会变硬跟变长 那血流出来之后它就会消掉 那什么时候它的这个海绵会扩张呢 就是当我们大脑收到一个性刺激的讯号 可能是视觉啊触觉或者是听觉 那脑部要借由神经把这个讯号送到我们的阴晶 那它送下来这个讯号之后 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血管去作动 就是要有足够的血冲到海绵体里面 它才会有一个勃起的功能 那血冲进去以后呢 其实我们还要有一个好的海绵体的组织 让这些冲进去的动脉血能够被保存在阴晶里面 才能够维持一个足够的持久度 所以其实一个阴晶的健康就是勃起功能 它是牵涉到神经 血管 动脉 静脉都要非常健康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勃起的作用 年轻男性也会 年轻男性比较常见就是可能静脉比较会渗漏 或者是说心情紧张 就有时候遇到一些压力 可能会有这些状况 那比较成年男性的话 可能就是动脉或者是神经的问题比较常见 我们定义一个好的勃起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想要勃起的时候 它就能够勃起 那能够顺利地放到阴道里 进行性行为超过一分钟 而且能够射精 我们就会定义说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性功能 但假如说在这个性行为的当中 有任何一个部分觉得说有所不满意 其实都可以来咨询跟治疗 假如说很主观判断 我们就说男生跟女神 男性女性 男性可以放进女性的阴道里 其实它就是一个足够的硬度 那在客观描述上 我们一般会用四个等级 第一级就是像蒟蒻一样 就是比较软 那第二级的话 就是像剥皮的香蕉 第三级是带皮的香蕉 第四级是小黄瓜 那一般三跟四 其实都是一个足够的硬度 有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运动 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让更多的动脉血冲进来 就是物理上可以这样子去治疗 那现在也有很多药物 像是西利斯跟威尔刚 可以在性行为之前使用 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药会过敏 或说吃药会觉得心跳很快 头痛或者是说就是不想要吃药 那也有一些其他再生治疗的方法 那目前在各国的一些治疗指引上 常见的就是低能量振波 它是使用一种低能量的振波 去刺激海绵体再增生 让它比较容易充血 提高它的硬度跟弹性 一个疗程 它每一次打大概是20分钟左右 那每一次的治疗可以是一周一次 或是一周两次 我们现在打起来 我觉得通常要两三次以后才会比较明显 那一般会建议做六到十二次 打的话就是会打阴巾 就是阴巾的海绵体两侧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阴巾到靠近 齿骨的地方是有分叉的 所以我们针对会阴部 还有阴巾的根部也会做治疗 它就是有一点像被橡皮筋弹到 但是没有那么痛 那样的感觉 一次我们现在会打六千到八千发 时间大概是二十分钟 那假如说是拧血功能比较不好的病人 或是局部有伤口 就不建议做低能量振波 那或者是说现在有一种新的疗法 是使用血小板浓厚液来注射海绵体 也是让它有一个修复的效果 那假如说这些治疗都没有效果 也可以致放人工硬精 在生医学的话 一般也是做四到六次的注射 那每一次的话会抽取二十到四十CC的血液 去分离离心 那离心以后得到比较好生长因子的 这个血小板的浓厚液 再打回去我们要治疗的部位 一次其实注射蛮快 注射大概只有五分钟 那离心可能要半小时到一小时 只是说它的有效率 可能有七成的人是有反应 但是还是有三成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要补充说明的就是说 像这种低能量振波 跟再生医学的治疗 目前在各国的治疗指引上 比较被广泛使用的还是低能量的振波 那血小板浓厚液的治疗 它其实是有一些论文佐证 但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有很大规模证据的治疗 就是还在发展的阶段 通常我们会常说一句话就是说 阴经健康就是心脏健康 因为勃起功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要有一个健康的动脉才能够有足够的冲血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动脉有阻塞的话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勃起 那假如说我们发现勃起功能有下降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去想到是检查一些心脏的危险因子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或是糖尿病 因为其实阴经的血管是比心脏血管更细小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勃起功能的障碍 它其实有可能反映着说我们的心脏血管也可能暴露在一些风险之下 所以一般来说看勃起功能我们第一步还是会检查血脂血糖 有一些海鲜比如说像生蚝啊牡蛎 它还是含有一些腥或者说金氨酸 那这些都是对男性荷尔蒙跟一氧化氮有帮忙 就我们我们如果说要有一个好的勃起 其实是要有足够的一氧化氮 所以补充这一类的食物还是可以让性功能有所进步 但是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说吃的同时也是要注意尿酸跟血脂 其实很多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角度 比如说偏左偏右偏上 那假如说能够顺利的进行性行为不会疼痛 其实有角度都没有关系 但假如说这个角度会造成说它插入阴道困难 那就建议可以做治疗 这个治疗就是看它的问题是什么 假如说是一种叫做派洛尼尔氏症的问题 那它是因为斑块造成阴经的歪斜 那就会建议说可以使用这个斑块做正波的治疗 那让它的斑块解除 那可以回到正常 但假如说这样子治疗无效也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去矫正 其实它可能只是说身体在一个剧烈的交感跟副交感的作用之下 造成的一种运动性的疲累 通常就是可以去调整自己的次数 那以自己身体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可以了 在阴道里的时间可能是五到七分钟 那如果说希望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 我们就会有几个方式 人工阴经它其实是有分一件事跟三件事 它其实还是会有高潮的感觉 就是女性的高潮中心它是很靠近叙事的中心 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状的系统 就是不只是单纯的那个性刺激 或是这个性对象 就能够完全地达到这所有的满足点 我们最近好像刚刚买了那个低能量正波 其实也治疗了几位病人 就是说有进步就会去跟太太试试看 然后她就会回报说 她真的这次可以六七年没做现在可以 那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 谢谢大家